居然有人跟我说台湾多经过几次政党轮替 未来就会变好了 你是脑袋八胎了吗? 从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到前在蔡英文 是轮得不够多吗? 不久前政治化公然骂台湾人忙着搞民主是傻子 一、不论政党轮替多少次 都拯救不了台湾 二、台湾政党选举都是为了钱 完成任务就丢下烂摊子 从不重视如何治理 如何发展经济 三、台湾需要强有力的政府领导 走出困境 重塑当年亚洲四小龙的辉煌 最残酷的现实是没有 四、台湾人都不待见马英九 所以小马哥不管做什么都错 蔡英文倒是深受台湾地区人民喜欢 可是他不知道做什么 还记得蔡英文选举时 那些履厉恶心的韩小英 小英吗? 政治化是谁? 应该没有几个人不知道吧?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 擦干擂 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 咱们知道政治化因为这手水手 但似乎也只限于这手水手 其实老正今天逮着台湾傻子骂 是早有苗头的 1993年 政治化创造了一手精誓之作大国民 当时直接骂国民党恬不支持 跪舔日本 当时台湾正是日本人李登辉执政时期 李登辉啥破色? 大家清楚 终于真爷们老正看不下去了 大国民 日不落帝国向中国投降 有人搞台独没人来帮忙 放眼看大陆遍地是台商 台湾的现状 一个被作死的绝境 政治化对台湾现状的看法还是很深刻 也让我们看到了台湾又爱发电之外 为数不多的明百人 不说别的 先来说说台湾的经济 自从蔡英文上台后 台湾的经济真的是一天一个惊吓 6月1日 台湾新当局上任不到两个礼拜 大陆游客渐缩再度加剧 8月22日 由于大陆游客减少 至台众多饭店等着出售 就在台湾面临这系列经济压力时 台湾绝大多数人民跟台湾交通部长赫陈旦一样坚信 6克减少没有多大影响 再说6克阶段性的人数减少 也不影响台湾观光旅游产业发展的大方向 想想之前小英鼓励全台人民用爱发电 这不要脸不要皮的修养 你说政治话会不会骂你们傻啊 今年全球遭遇极端气候 台湾持续发布能源危机 台湾能源面临巨大挑战 台湾有些人民说 没事 用爱发电 台湾经济越来越不行 台湾有些人民说 没事 用爱发电 蔡英文不知道干了什么 台湾有些人民说 没事 用爱为她加油 这些台湾人完美的诠释了就算什么都没有 他们还有爱 正是因为这份爱 支撑他们继续做着当年亚洲四小龙的美梦 拎不清现实 认不清现实的台湾就是这副傻样子了 他们说 为安抚都是自愿的 做为安抚予有荣烟 他们说 大陆过年吃得起肉吗 他们说 大陆连茶叶蛋都吃不起 又怎么能吃得起肉 他们说 台湾太阳花女神刘乔安尽管卖淫 也是可以理解的 毕竟民主不能交易 但肉体可以 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 老郑毅然站出来骂这些台湾傻逼 咱只能说一句 别跟傻子吵 他会把你智商拉低之后 用丰富的经验打败你 对这些傻子还是送给日本吧 矿均 满均 等别走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